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6号再次在加拿大出庭 孟晚舟的辩护律师就表示由于5天前才刚刚收到检方提交的文件需要时间准备 法官就批准将聆讯压到5月8号 温哥华当地时间3月6号上午10点 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举行的孟晚舟引渡聆讯排期大约进行了10分钟 孟晚舟与5位辩护律师共同出庭 孟晚舟的代表律师表示这个案子很复杂需要考虑很多因素 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相关言论政治力的介入 孟晚舟在温哥华机场遭到的粗暴对待等等 而由于在3月1号才收到检方提交的相关证据文件 因此需要时间研究申请法庭延期60天获得批准 有熟悉引渡法的加拿大律师就表示 孟晚舟已经对加拿大政府边境服务处和皇家寄警提出民事诉讼 而华为公司也计划起诉美国政府 都将对孟晚舟引渡聆讯产生重大的影响 中国驻温哥华总领馆都为代表以及大批民众到场旁听 孟晚舟引渡聆讯下一次开庭日现在是定在了5月8号上午的10点钟 而孟晚舟的代表律师也表示 由于加拿大皇家寄警边境服务处 目前还没有把在12月1号获得的相关证据提交给孟晚舟的辩护团队 因此双方正式展开辩论 有可能要推到明年也就是2020年 孟晚卫视祖国情务警苏一恒来自温哥华的报道